iPhone在昨天的凌晨传出严重的灾情 全球的不少用户都反映 iOS更新到11.1.2的最新版本 却突然出现黑屏不断转圈圈的画面 网友猜测可能是系统里头的某一些APP 推播日期系统异常 导致iOS系统读取不到通知 造成系统是自发性的不断重整 也就是黑屏转圈的现象 不过苹果为了紧急修复 现在已经推出了最新的更新版本 一方面不停转 iOS系统出现大灾情 网友在PTT留言 更新了最新版的iOS11之后 出现了黑屏转圈圈 还有APP不断闪退 不能设闹钟以及狂掉电的情形 果粉群起崩溃 有人说苹果正在做信仰测试 简直就是要气炸了 而对此苹果官方表示 正在处理当中 不过3C达人先提供自救方式 把时间调整成 到11月34号之前的任何一个日子 都可以等待这三天苹果 来做一个更新的动作 调整日期似乎能够暂时解决问题 但是如果根本进不到设定画面的话 如果你今天已经连系统都进不去的话 你只能选择用电脑 然后安装iTunes以后 利用你的手机的传输线 与电脑连接强制开机 它就会重置你的手机锁的设定 只是重置手机虽然有用 但是如果用户没有常常备份的话 包括相片跟相关个资 可能就通通不见了 目前这波大规模灾情 主要发生在iPhone 6 iPhone 6S用户 并且以亚洲地区较为严重 现在旧盘官方赶紧修复问题 给消费者一个交代 记者综合报导